要拿起鄉親 洪台對我們的影響越大越明顯 南東人愛的香港所 早前就和相關單位 趕緊去路山運轉区 扣扣大家要退離 大多數的店頭和郵客都已經離開了 因為在去年八月 受重這麼嚴重 南洪川加油站 現在也已經做好 有同洪台的準備 而且在必要的時期也會全部退離 共産融活動環境 跟傳到 來到南東人愛的 路山運轉区 在這裡確認洪台的狀況 也對著他還在流宿的店街 來進行管理 洪台大來 恐嚇是越來越明顯 南東人愛的香港所23號 在這裡派出大型機械 只要到國傳落 在交通中等可以快點來衝通 也以方形的鐵梨 路山運轉区的九位遊客 以及東地機械 公所24號在住宅到路山 也發現阿公是有無分的機械 劉酒在加雲 馬赫坡的一個部分 那邊的我們的鄉民 目前還是有十幾位的鄉親 是守在那邊守護他們的加油 就是總共有四家有營業 那目前就大概兩位左右 是守護他們的一個加油 另外在人愛鄉的南風川 第十四山七十二公里 這座的這座加油站 為九日大地營業後 已經四遍被土地帶去 去年八月風災 受重是更嚴重 而這座風災 已算帶來強風大火 站好在這裡正常鐵梨 也做好隨時鐵梨準備 五千塊的旁邊已經後面壓下 火鍋都已經清出來 不過兩邊又是放了不少的土酒 有些甚至關過後面的洞頭球 這樣表示 是已經做好風台準備 不管是希望這些細節 可以繼續準備好 所以沒有用到 記者南道綜合報導